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包一款便宜好喝又营养的牛骨汤 这个是牛扇骨 这么多只花了15块钱 非常的便宜 先把它洗一洗 把那些碎骨洗掉 牛骨我们最好时不时的包一点汤 给家中老小后 这个涵盖量高 好 洗净后先拿去焯一下水 冷水下锅 再往里面撒一点料酒 烧至水开后给它煮上两分钟就可以了 这边取一个砂锅放入20克的砂盛 再来两三片小的丹桂 加点丹桂包出来的汤不会烧 倒清水我们先把它拿去包上 好 这边水开也有两分钟了 大家看看这些水非常的黑 把那些雪末纸全部煮掉后 我们把它捞出来清洗一下 表面的杂质和浮沫给它冲掉就可以了 汤水已经烧开了 把我们的牛骨头加进去 现在有一股淡淡的当归味 有了当归包出来的汤一定不会烧 另外我们再加几块姜片进去 把锅盖盖上大火烧开后转小火 先给它包上一个钟 另外还准备了有山药和胡萝卜各一根 我们先把它的皮给削掉 天气开始干燥 这两种比较滋润的食材 我们可以尝试 煲汤清炒都可以的 去皮后把它冲一冲 再把它们切块 切好的胡萝卜和山药先放一边备用 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煲了一个钟 汤水变得非常浓郁 奶白色的 现在把胡萝卜和山药给加进去 这样的汤看到的特别想喝啊 非常的浓郁清香 好 再次把锅盖盖上 小火继续包多半个钟就可以开喝了 好 可以了 时间已到 最后我们只需要调适量的盐就可以了 关火 这锅山药牛骨汤就包好了 鲜甜又营养啊 加上两片当归一点烧味都没有哦 一家老小都适合喝的一款老火亮汤 朋友们 你也来试试吧